Rotten Mart 你們好 我是Every 我今天呢要來跟你們介紹的是 韓國人推薦來Rotten Mart 來樂天超市買什麼 這是我以前的同事 Paul 妳好 我是Paul 那是韓國人 他之前也有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 然後他中文講的很好 你太高了 所以我們馬上就來看一下韓國人推薦的話 我們要買什麼點心 帶回去當土產 我們走吧 走吧 第一項推薦 這是韓國的一個 instant coffee 你們比較喜歡美式咖啡的話 可以買這個黑色的卡弩 然後喜歡那個拉鐵 或者其他種類的咖啡的話 可以買這邊的拉鐵卡弩 我們韓國人在韓國公司工作時候 常常喝這種 instant coffee 真的喔你們常常買這種 而且它有附杯子耶好好看喔 你們可以買這個小小的 一套小小的一盒 因為這個有點毀掉 這個送禮物的 之前我客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有買這個給我耶 那還有杯子 現在韓國十月初會有那個中出點 所以家人或者那個公司裡面的夥伴 互相交還那個禮物 中出點禮物 所以這邊的產品都是那個送禮物的東西 本來也沒有 報仗沒有這麼大 原本可能是一瓶一瓶賣 現在都變成禮盒的樣子了 韓國人最常送的禮物 就是這樣的那個生活用品 這個牙膏或者那個散布 這邊是那個韓國的辣醬 之前來過韓國的人應該都吃過那個 韓國的辣草年糕 我們在韓國做辣草年糕 或者很多韓國的材料的時候 都常用這個辣醬 那這麼多牌子我要選哪一個啊 韓國最有名的牌子是那個 太陽醬 就你現在指的這個 應該除了這個以外沒有什麼其他品牌 所以我想要在家裡做辣草年糕 我就買這個就好了 必須要用這個 跟台灣的辣醬有一點不一樣 台灣的辣醬都是那個辣椒油裡面 對對對 就放一個紅色的油吧 我們指那個 台灣的辣醬都是那個 是辣椒油 然後這個是韓國的辣醬 喜歡韓國食物的可以買 而且他已經推薦你們最有名的牌子了 太棒了 太實用 只有一個牌子 只有一個牌子 下一個 最久的然後最普遍的泡麵 是那個 是一個韓國的一種湯 然後這個湯的口味 但是我們從小時候 開始吃了這道 那它是牛肉嗎 我看到 牛肉 他們說有牛肉 但是裡面沒有這麼大的牛肉 你看有牛肉的味道吧 還有 在韓國也有這兩種 王獨鍋跟 豬金無動 為什麼推薦這兩個 叫王獨鍋呢 這個之前 在韓國 最紅的一個泡麵 那種泡麵是 就是這個煮完之後 可以用這個蓋子 要幹嘛 就有盤子 有盤子 有盤子 所以用這個 我們叫這個蓋子 叫獨鍋 所以王獨鍋就是很大的蓋子 這個蓋子要拿來裝什麼的 蓋子 就這個泡完之後 可以使用這個蓋子 吃拉麵 然後這邊那個 吃那個拉草年糕的人 應該吃過那個韓國的烏動 韓國的那個烏動就是烏龍麵 但是這個 湯 湯的話是烏龍麵 但是裡面的麵 是那個拉麵一樣的 然後味道是 更 更重嗎 味道更重 所以它裡面真的有放推薦嗎 對啊 有啊 推薦就是一種炸的 對 炸的東西 小小的炸的東西 這裡面有應該三 三四個左右 但我很久沒吃 所以現在 不確定裡面有幾個 還有 這個 炸醬麵 它是你推薦最好吃的炸醬麵嗎 嗯 對我來說 最好吃的 然後最有名的炸醬麵牌 你們大家有沒有吃過 韓國的那個炸醬麵 有 有嗎 對在中華料理店 艾琳你覺得呢 韓國的炸醬麵怎麼樣 就跟台灣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對啊 我聽說台灣的炸醬麵有點鹹 然後 這個炸醬麵是很甜甜的味道 甜甜的味道 然後一般韓國的中華料理店的炸醬麵不一樣 只有這個炸醬麵的味道 只有這個炸醬麵的味道 所以這個炸醬跟其他牌子的 可能會不太一樣 味道不太一樣 味道不太一樣 但是好吃 就推薦這個 喜歡比較甜一點的拉麵的話 可以吃這個泡麵 好 然後 我們在韓國很有名的一個廣告 我們廣告裡面平常講 我也是炸醬麵的 炸醬麵的我 這個意思是 禮拜天的料理師 炸醬麵的料理師 是我 用這個 這一曲是韓國很有名的 小狼裡面有一個 這個音樂 炸醬麵 哇還有這種故事耶 農心炸醬麵的這個是很有名的 你們在台灣也看過這個吧 一開始推出這個產品的時候 味道是更辣的 但是很多客人都抗議這個味道這麼辣 客人怎麼吃這個超麵呢 然後這個公司就換了那個味道 所以原本還比這個更辣 比這個更辣 我覺得我覺得 一開始推出的時候只有這個超麵 但是現在有那個7次超麵 跟那個咖哩口味的 然後這是湯 有湯的味道 咖哩味道看起來也好好吃喔 那你覺得很辣嗎 你吃那個你覺得很辣嗎 我吃不了 你吃不了 太辣了 特別吃這個超麵之後 隔天早上拉肚子 那個其實在台灣也買得到 不過在韓國買應該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你們不怕拉肚子嗎 還有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黑斑嗎 我知道 在韓國最有名的一個Instagram 我每天吃 米飯 真的嗎 對因為太方便了 對啊 我們平常吃泡麵的時候 一般男生吃泡麵之後 在湯裡面就泡這個飯 直接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 那個米飯我之前介紹超市的時候 有介紹到就是我平常也都會買這個來吃 而且只要微波超方便 而且不會軟爛 也不會很硬 就剛剛好 蠻好吃的 我們介紹下一個 韓國海苔區 其實很多人就問我說 韓國的海苔 不曉得買什麼牌子 然後 這麼多牌子怎麼 喔 我試過很多品牌的海苔 但是 味道都不一樣 然後 現在 韓國海苔的品牌 種類越來越多 所以我很難推薦最好吃的海苔 其實 我也覺得就是 味道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都還蠻好吃的 就是可能在它裡面放的油 還有它的鹹度 有一點不一樣這樣 那你還是幫我們推薦你喜歡的好了 我喜歡的嗎 我喜歡推薦那個土日金 喔 找到了嗎 這個 我不確定這個品牌是不是 但是這個 這樣的土日金 這是什麼意思 海上的一個 就在那邊的那個土日金 我從小時候 一起吃了這個土日金 所以我 只吃那個土日金 土日金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而且超便宜 對 五千塊這麼大包 但是這個 這樣的小包裡面的 對 比較 比較容易 這個可能要把它撕開 對 這個把這個要撕開 對 然後裡面的東西又要 但是這個更便宜 然後量更多 嗯 可是就是打開要趕快吃完吧 那感覺 那這個的話是配飯 一包一包的蠻方便 但是比較貴一點 所以你們 想送朋友或者送家人的時候 可以買這個 然後自己吃的話可以買這個 還有這個 切雷金 切雷金 切雷金又是什麼意思 太難了 太難 但是 但是 我不知道切雷金 這個怎麼製作的 但是 好吃 這兩種 海苔 我覺得最好吃 好 我回去查一下 那個 neighbor翻譯 看他的切雷金 跟土金 他總統翻譯什麼 應該是那個 用傳統方式製作的意思 啊 就是古早味的感覺嗎 因為我們說的那個 就是那個 傳統方式 品牌很多 但是這個名字不一樣 豆腌金 青稠金 豆腌油 都什麼 豆腌油 什麼什麼 但是其實我覺得 豆腌金跟青稠金 這兩種最好吃 的 品牌沒關係 其實說實話 我沒有在韓國買到 不好吃的海苔 我只有在那個 機場 買到不好吃的海苔 我覺得這個 很難方便 這個味道是 什麼味道的海苔 對 那我們去那個 冰干 好 我們去冰干 蠻相信大家最期待的是這個部分 來到了 天點區 最嗨的地方在這裡 剛好 季翔推薦的一個冰桿 在最前面 這是 韓國一個廣告 很久的廣告 裡面有 廣告的音樂是那個 那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 你們來韓國時候 很多台灣人喜歡這個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更甜 然後 這個 這裡面的白色是Mashmallow 然後Mashmallow量更多 但是 孔雪之前 這個弦推出了 所以這個比較久 對 然後這是 很久 很久 應該我出生之前有這個 你們都知道韓國 所有的男生 一般的男生 普遍的男生 很多人都要當兵兩年吧 當兵 當兵的時候 最想吃的冰桿 就是這個 那裡面 一個禮拜一次 都要選那個 自己的宗教 去然後擺一擺 若我是這個 天主角 但我不會是天主角 因為 去那個基督教 或者那個 佛教的話 在那邊 送那個兩個 巧克力 所以 最多人吃的 宗教 最多人選的宗教 都是那個 按照那個 巧克力 的數量 所以一個禮拜 一次才能吃 那 吃起來一定特別好吃吧 但是 當晚之後 就不吃 真的 軍隊裡面 就很珍貴的 很珍貴的 巧克力 嗯 喔 楊花林 我在台灣 看過這個 楊花林 我也有看過 但是很少見 但是超好吃 超好吃嗎 我在這裡 想給你們 介紹的產品 都是很久了 因為我 沒有吃過 最近那個 推出的新產品 但是我覺得 原本的 最好吃 原本酒的 冰桿 這個餅乾 就是那個 用 這個洋蔥 洋蔥的味道 然後 最近有推出的 這邊沒有 但是 這個洋蔥的味道以外 還有那個 比較辣一點的味道 啊 那個也想推薦 它很大一大包 可是 每次想說吃一點點 都不小心把它吃完了 哈哈 但是我覺得 好好吃喔 在台灣應該買得到 因為我看過 有了 台灣電影商店 我也看過 然後這邊有一個 菜股餅 很像我們的蝦味仙 你有吃過台灣的蝦味仙嗎 我有 我這裡還請過你 啊 這個菜股 我忘記了叫什麼 這是蝦子 啊 蝦子 這個 啊 這是 原本的味道 這是原味 這是原味 對 原味 然後這邊是 拉一點 然後 這是 裡面放那個 白米嗎 白米 白米 這個韓國的那個 蝦子味道的那個 菜股餅 這個也是想推薦的味道 那我小時候吃過 但是我 長一段時候對海鹹過敏 所以 長一段時候不能吃 但是我小時候 吃過這個味道 真的 這個很好吃 這個也是跟 剛剛我給你們介紹的那個 羊排一樣 這個也是很久的 很久遠 其實我覺得啊 你可以再吃一次那一個 然後 如果你看你有沒有過敏 就知道它裡面有沒有放中蝦子 對啊 真的真的 我最可惜的部分是台灣人來韓國旅行的時候 你們在韓國買的東西都是 最近推薦的 或者 最近在新聞上廣告的東西 不是韓國人平常 在市場裡面買的 所以我想推薦這個兩種餅乾 這最有歷史代表意義的那一種 對呀 來順便幫我們講故事 真的太好了 喔 你們有沒有吃過這個啊 就是義美的 你有吃過義美的泡芙嗎 義美的泡芙 我知道 這裡面有一個樹 或者那個巧克力 有樹是什麼意思 呃 sue cream sue cream 啊就是有那個 這個奶油 奶油 對 就有兩種 就有奶油或者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我小時候這個 比這個更大 本來的這個餅乾比這個更大 但是我長大時候 就越來越小了 然後裡面的東西也越來越小了 那味道一樣吧 味道一樣 好吃的 好吃的 這個可以直接吃 或者在冰箱裡面 放一兩個小時之後 吃的話更好吃的 那你推薦巧克力口味還是另外一個 嗯都想推薦 但是我覺得 我更喜歡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其實我有吃過這個 那我覺得它跟義美的泡芙有點像 但是它比較小一點 我覺得義美泡芙比較脆 我個人覺得義美泡芙比較好吃 你下次來台灣可以吃吃看 義美泡芙我下次去台灣的時候 這個是一定要買的 一定要買的 你們知不知道韓國的11月11號是 怎麼 不是光棍節 不是光棍節 我們說那個Pepero Day Pepero就是這個 對啊 所以11月11號 我們就給喜歡的人送這個巧克力味道 或者這個味道的 就是另外一種情人節 對啊 另外一種情人節 我比較喜歡原味 原味這個 我也老了 我比較喜歡原味 我覺得這個超好吃的耶 這裡面有阿門 對它裡面有杏仁 口感很好 我喜歡那一個 吃過嗎 我吃過我超喜歡那一個 對11月11號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人 有喜歡的韓國人 韓國歐巴 給他送一個Pepero 他會很感動 哈哈哈哈 拜託高中生或者國中生 很認真教還這個Pepero 但是 我20歲之後呢 就沒有教還 就送小小的 那你以前 國中高中的時候 你Pepero 你都準備幾個 我收過好多個 剛才我沒有問他就說 他收了很多個 開開笑 那你準備幾個 我收了20個 然後只收養生可以 沒有啦 真的真的 你說你送二十個 只收兩三個 怎麼可能 因為我不是 只給我信中人 我給我同伴裡面的所有的同事 所以就是 有些人是只給心上人 然後你是就是 大家都給他 大家都給他 聰明耶 強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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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力推薦的敏感 這是HONEYPOTO CHIP 之前這個HETE 這邊公司的一個 Marketing的辦法 是那個 HONEYPOTO CHIP 這個真的 超好吃 所以我們在便利商店 或者潮汁裡面 都買不到 這個廣告真的 效果真的超好 所以 我們 去 那個 一般的便利商店的時候 我們 連一包也看不到 是他們沒有賣 還是說都被買光了 都買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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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便利商店 自己隱藏在自己的 中國裡面之後 買一個買一個 今天拍影片完之後 我想推薦吃這個 大家好 我是Paul 二年級跟三年級的時候 去台灣的台大 唸了一年 所以 會講一點的中文 今天我給你們介紹了韓國 這個Route Mart裡面的各種不同的 想推薦的產品 但是這個不是全部 所以你們來韓國旅行的時候 你們可以隨便試試看 但你們不知道要買什麼東西的時候呢 就直接參考我們Erin跟我的影片 然後就買我給你們推薦的產品 如果你們需要任何幫忙的話 可以Erin的影片裡面 Erin影片下面留言問我 我會幫你們回去 太感謝了吧 感謝 我很喜歡台灣